人死后要烧三斤三两指 这个说道在东北民间流传了很久 今天要讲的就是三斤三两指的故事 乡间小路上走着一群身穿白色衣服 头上还挂着白色布条的人 他们前面走着的几个人 还不断的往空中撒着黄色铜钱模样的纸 不过这一群人当中 还是在最后面跟着的那些人哭得最为淋漓尽致 一个个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看样子十分可怜 这一看就是有人去世了 而那些哭得特别厉害的人 肯定就是死者最亲近的人了 前面撒着纸的人 没有看到他们眼里流出一滴眼泪 哎呀 行了 别哭了 谁都有那么一天 有一个人拉着一个妇女 然后非常亲切的安慰着她 因为这个妇女哭的 是其中这些人当中最厉害的 她甚至都走不动路了 就连说话都说不利索 恨不得说三四个字就得抽气一声 简直是让人听了就特别难受 虽然那个人是这么安慰的 话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亲人去世 当然控制不住情绪 不是几个安慰的字眼 就能够平复她此时的心情的 爹呀 你怎么就这么早就走了呢 你这一辈子还没想一天福呢 怪我不孝顺啊 没能让你过长好日子 也没能好好地照顾你啊 你别躺着不动啊 你再跟我说说话吧 这时只见这个妇女越说越来劲 她用手里的手帕呀 不断地擦着鼻涕 最终手帕上沾满了鼻涕 她就直接扔掉了 干脆用手擦完之后抹在鞋底上 我确实有点恶心啊 但是此刻 她也顾不得这些了 她现在只想要躺着不动的老爹 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哎呀 算了 让她哭去吧 必定是自己爹没了 她总不能一声不吭吧 哭出来呀 能让心里舒服点 不然一直靠心里憋着难受 咱先别管她了 听到一边的人这样劝告之后 那个人呢 也就不管哭得这么厉害的妇女了 她就一个劲儿的大声嚎啕大哭 后面那些人的哭声也不小 稀里哗啦的声音柔和在一块 显得十分嘈杂 再看一下这妇女的着装扣子 是扣子挺板着的 但是浑身上下都沾满了泥土 行了 先这么地吧 咱东北呀有规矩 就在死之前呢 就剩下一口气的时候烧纸 而且呢 你必须得收过三斤三两 是吧 这个说话的人 也是抬着担架的人 担架上躺着的 正是奄奄一息的张二的老爷 也就是这个妇女的爹 此时的她浑身没有力气 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慢慢睁开眼睛 但是也睁得不大 她的眼珠子 缓慢地转动着 听到的女孩在一边说话 她当然是想回复的 但是此时的她 只剩下一口气了 根本心有余儿力不足 按理说你收纸的人呢 应该是死者家里的男人 但这家里根本就没男人 这个咋整呢 这还把说话的人给愁得够呛 她询问着周边的人 看看其他人 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这个时候的张二站在一边 她觉得她自己 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毕竟不管咋说 那个躺在担架上 就要死掉的人 可是她的老爷呀 她也不能算是外人呢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烧这三斤三两指呗 正当其他的人都在想办法 不知道咋办的时候 张二从人群里面站了出来 然后主动提议着 这是个不错的点子 那个说话的人呢 也觉得可以这么做 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认同了 那也行 外孙子也是孙子 那这个烧三斤三两指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任务不难 只要点着火烧完就行 那你烧钱认真点 别喜大妈哈的 别当玩似的 那整出说的就难办了 那人叮嘱着张二 实际上 就算是这个人不说 张二也应该明白这一点 毕竟那是他的老爷 而且他的老爷呢 也十分疼爱他 此时的张二心里也挺难过的 又怎么会把这当儿子戏呢 可能是由于张二 长着一副叨儿郎当的样子 要不然呢 那个人也不会这么说 啊 这我知道 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 我咋能把给我老爷 烧纸的事当玩呢 我是小又不是傻 听张二这语气 好像是有点不耐烦的 交谈完之后 那个人从一个箱子里 拿出来三斤三两的纸 交到了张二的手上 张二看着这些纸 然后又掂量了一下 还挺沉甸甸的 不过就这三斤三两的纸 一把火烧了也就一会儿的功夫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张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特别是接过这三斤三两的纸之后 这种感觉越发强烈 难道真的得有啥事发生 哎 不能 别想这么多了 张二又这样劝告着自己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但是他还是决定硬着头皮 把这些纸烧完 因为他们那边有这样的说法 必须趁着死者还没有完全死透 只剩下一口气的时候 就烧完才行 至于后果 目前还没有谁见证过 由于大家太忌讳这方面了 所以也没有谁敢尝试 到底会有什么后果 紧接着 张二就忍不住探了探头 看着正在担架上躺着的老爷 他看到老爷的眼睛睁着 而且眼珠还在左右转动 他觉得老爷可能还可以撑一会儿 我想起来了 我钓的鱼还在河边桶里放着 我得赶紧把他们送回家 要不让别人偷去 那就白钓了 张二拍了一下自己脑袋 突然之间想起了这么一回事 可是眼下的事怎么能耽误呢 其实张二在那边钓的鱼 全是一些小鱼 他是要拿回家放在鱼缸里养着玩的 这时候的张二都忘了老爷生前对他的疼爱 果然老爷对他的疼爱 还比不过那几条小鱼 不过张二年纪小 贪玩是正常的 张二一提出这个意见之后 一边的人就一下子做出了否定的表情 不管怎么样 眼下这烧纸的事情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而且这要是整不好 那个烧纸的人可能会有倒霉的事发生 而张二的年纪又这么小 一旦错过了烧纸的时差 他总归是躲不过去这灾难的 都这时候了还想着玩呢 还不赶紧把这三斤三两纸给烧了 要知道 这必须要在死者还只剩下一口信的时候烧完 要是没烧完就已经死了 这整出说的就麻烦了 你知道不 那人用着非常生气的语气 教训着张二 但是在张二眼里 还是他那几条鱼比较重要 因为那是他辛辛苦苦钓来的 他几乎是钓了一上午的时间 在那条非常小的河边 很难钓到的鱼 他钓上了鱼的时候 别提有多高兴了 他怎么忍心让别人把他的小鱼给偷走呢 那实际上 他就是放在那里 那么小的鱼 恐怕也没人稀罕拿 不过给我的感觉 这张二不光是岁数小 而且多少还他妈有点虎 那家里都死人了 你还想着钓鱼的事呢 你小子赶紧的 那鱼没了能再钓 又不是那几条鱼 没了之后 那天下鱼都绝了 只见到有一个老头走到了张二的身边 狠狠的给了张二一个脑瓜棒 然后又训斥着张二 张二觉得很委屈 他决定 一定要把那些鱼给拿回来 他知道那条小河 就距离现在不远的地方 他如果跑着过去的话 很快就回来了 我马上就回来 不能用太长时间 你看我老爷 从那边一直被你们抬到这 那不照样睁着眼睛你吗 照我这看呢 他还能成半天呢 张二下定了决心 他说完话之后 就仨腿跑掉了 照着那条小河的方向跑过去 他也知道 自己必须赶紧回去 因为从刚才呀 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的确是挺害怕的 本来张二的胆子又不大 妈呀 你赶紧给我回来 那老头看着张二 往别的地方跑了过去 然后就大声的喊着他 但是张二就好像没有听到 这个老头说话似的 还是一个劲的闷头往前跑 这可愁坏了在一边站着的那些人 这多半呢 都是为张二担心 因为这孩子还这么小 这要是真出啥事的话 那多麻烦呢 就算这是张二的老爷吧 但是也不能保证是亲属关系 就可以避免不好的后果发生 真是的 这群老家伙咋回事 我都跟他们说了 我马上就回来 那河边离这块这么近 我又跑得快 我把那几条鱼拿回来之后 那烧纸不就完了吗 在路上跑着的张二 还是自言自语的嘟囊着 张二的娘看到自己儿子 居然为了那几条小鱼 延迟为老爷收纸的时辰 气得那是上气不接下气 正是张二在前面跑 张二的娘在后面追 你他妈赶紧给我回来 可是张二的娘 怎么能追上张二呢 他在后面追着 然后又弯下腰 捡起了地上一个石子 非常生气的 朝着在前面跑的张二 扔了过去 虽然他用的力气很大 却没有扔到张二 张二在没有躲的情况下 都没有中招 妈 我马上就回来 张二一边跑着 一边回头对他娘说着 但是 那个妇女怎么可能会听呢 本来今天他都已经够伤心的了 再加上张二又出这么个幺蛾子 双重打击 这个妇女被气得几乎要晕过去了 看着自己根本追不上张二 没办法 只好原路返回了 你看吧 我跑得多快 我就说了 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现在就烧纸 过了没多大一会儿 张二提着一个小桶来了 里面装着的是几条小鱼 他把水桶放在了一边 然后气喘吁吁的对着周围人说着 可是 一下子张二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周围的人都用着一副非常担心的眼神 看着张二 我刚才不让你去 你偏去 现在都过时辰了 那赶紧烧吧 完了再说吧 有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 瞪着眼睛看着张二 然后又用力的扯着嗓子对张二说 张二心里猛的一惊 他确实是有点害怕 其实 在一边看着的那些人 也不断的议论纷纷 因为谁都没有尝试过 如果错过了时辰到底会怎么样 也有的人呢 是想要揭开这个谜团 所以挺好奇的 他妈你 我打死你 张二的娘 随便从地上捡起了一根木棍 这根木棍刚巧特别细 他一个劲的朝着张二的身上抽搭着 周围的老头子都来劝阻张二的娘 哎呀 行了 别耽误事了 赶紧让它烧吧 这下子张二的娘才把手上的木棍扔在地上 紧接着张二就开始烧纸 果然发生了意外 那张二还没有把那三斤三两脂给烧完 这老头子就断气 这个场景可把周围人给吓坏 特别是那几个老头子 心里猛然一惊 哎呀 这老头闭眼了 断气了 有一个老头看见张二的老爷闭上了眼睛 然后又把手指放到了张二老爷的鼻孔 发现已经没了呼吸 他很恐惧地说着 这此时 那三斤三两脂还在不断地燃烧 晚上回到了家 张二睡一觉之后 梦里总出现老人 不止一次地从梦中惊醒 张二啊 你怎么没按时间把纸给我烧完呢 那老人一个劲地缠着张二 也总不断重复着这一句话 张二被吓得尿裤子了好几次 无奈之下跟自己的母亲说了 无奈之下 母亲带着张二去找了村里的老王太太 哎王奶啊 你快救我吧 我每天晚上都能梦着我老爷 而且我老爷好像发疯了似的 一直重复着一句话 总问我为啥没能按时间 把那纸给他烧完了 张二哆哆嗦嗦地 跟老王太太讲述了一下自己的经历 行了 别说了 我知道了 那老王婆子不能见死不救 她用自己知道的伎俩 为张二看好了 那张二感激涕零 哎呀 那王奶啊 我太谢谢你了 你对我的恩情啊 我张二这辈子都不能忘啊 说完了话之后 张二这小孩啊 一下就跪在了王婆子面前 这让王婆子还挺惊讶的 哟 那你一个小孩还能说这话呢 以后啊 再有啥事啊 别粗心大意了 哦 该玩玩 不该玩的时候啊 一定不能贪玩 听到没有 王婆子把张二拉起来之后啊 又对他叮嘱着 从此之后啊 这件事算过去了 张二呢 也再没梦见过他老爷 我解决了 这本子都不是 我把他摩张的 就像个人 我不是哪里 你还不想说 有一个信心的 你不能再这样 我看了